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祂 来听祂的话语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先安排的神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我们就知道 夜色 相信大家对夜色 都很熟悉 特别是上个月我们有教会有玩游戏 就是圣经游戏 我们认识了夜色 夜色是创世纪里面一个很 可以说是很出名 而且很传奇的一个人 我在小的时候 我有上主路学 夜色我就想到说 夜色小的时候 他的爸爸就做一件彩衣给他 然后他就常常就去炫耀 他的彩衣多美 然后他哥哥们就很妒忌 为什么你有彩衣 我们没有 然后夜色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听到常常讲 他做了两个梦 一个梦呢 他就跟他的哥哥们讲说 在田里面有那个一捆一捆的核架 然后他说 我的站着 你们的全部就 扑倒 就跪在我面前 哥哥们就很不高兴 难道要我们拜你吗 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 他又讲说 我梦到太阳月亮 还有十一个星星 都向我下拜 那个太阳跟月亮 是爸爸跟妈妈 还有十一个就是 他十个哥哥 还有一个弟弟 就向他下拜 那时候爸爸还责备他 难道我们也要拜你吗 这个是小时候的月色 是很可爱的 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月色 就被哥哥们妒忌卖到埃及 然后他又会解梦 后来我们知道 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这个是从小我们听到月色的故事 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 这个就是月色在做宰相的时候 他与哥哥们相认的这一幕 我们再来看这个圣经 创世纪四十五章 第四到第八节 我们请大家一起再来读一次 来我们读第四节 月色又对他弟兄们说 请你们进前来 他们就进前来 他说 我是你们的兄弟月色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 现在不要因为我 把我卖到这里 自忧自恨 这是神猜我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 还有五年不能耕种 不能收成 神猜我在你们以先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 在地上 又要大肆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 猜我到这里来的 不是你们 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 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要借着 月色的一生 来看神 你是一先安排的神 让我们也从 月色的身上来学习 神要我们仰望你 依靠你 让我们更有信心 好像月色这样 如何在苦难当中 能够得胜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 能够听到你的话 愿圣灵帮助我们 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从这里我们看到 月色三次的肯定 说他被卖到埃及 他被卖到埃及 是什么呢 是神一先猜派 你看三个红字 他说神 猜我在你们 已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第二个他说 神猜我在你们已先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 一种在世上 然后呢 又要大肆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又是保全他们的生命 第三肯定的说 猜我到这里来的 不是你们 乃是神 就是说 一色的一生 他来看的就是 一先 神安排他去埃及 要他去埃及的是 我们所认识的神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来看 认识月色 也认识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我们说他是慈爱的神 这个我们都很肯定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的神也是公义的神 他施行审判 神知道过去 现在 还有未来 凡事都一先安排 你说 神 一先安排 他去做宰相吗 不 神一先安排 他去吃苦 他去吃苦 先吃苦 最后 才做宰相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苦尽 赶来 有谁会认为他从小 可能有些人父母去世 留下他一个人在世上 住在孤儿院里面 这是神的安排 他说是神的安排吗 又有谁会认为他生意失败 是神的安排吗 又有谁会认为他遇到车祸 失去了一条腿 是神的安排吗 很难是吗 因为我们一般人 我们认为灾难灾祸 临到我 一定不是处于神 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神 都是会让我们 凡事顺利 成功 健康 保守我们 平平安安 这样才是神的安排啊 但是我们信主 这么多年 我们知道 我们的人生 其实不是一凡风顺 基督徒也是一样 不是凡事顺利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的是 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经历 都是神的美意 没有一个我们经过的苦难 如果没有经过苦难 我们就不会感恩 如果没有过去的苦恋 今天就不会成功 我们看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们看到他们站在台上 领奖牌的时候 哇 金牌 银牌 铜牌 哎呀 我们讲没有一个金牌 没关系 我有一个铜牌 就很高兴了啦 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 他们站上去那么威风的时候 他背后 他以前怎么样的苦恋 怎么样的受苦 才能够得到 才能够成功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苦恋或者是苦难 都是让我们学习感恩 然后我们也知道 我们有的时候需要 有一些的苦难 我们才能够向前走 才能够走得更好 更高 就如旧约圣经里面 有一个大财主 约伯 很多人都知道 约伯 经历了很大很大的灾难 他一夜之间 失去了他所有的产业 他的产业是很多 可能当时他是最 最有钱的人 我们讲 还有不单单失去 他的产业 你说哎呀 身外物没关系啦 以后我还可以赚回来 他也失去 他所有的儿女 一夜之间 不单如此 还有他失去了 他的健康 他的身体都长满了 毒藏 但他 圣经 从圣经我们看到 他仍然依靠神 他还能说出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我侧身处于母胎 也必侧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哇 我们讲不简单 他说我出身的时候 我们讲赤裸裸的出身 是真的我们 生不带来 他还讲赤身归回 就是死不带去 他知道 他所有的财富 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神 现在他所有的财产去了 他说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看到耶和华 虽然在苦难当中 他仍然能够称颂神 并承认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权中 话又说回来 我们看月色 我们再看月色 为何他被哥哥们 卖到埃及 为奴受苦 他还能说 是神的安排呢 难道他一开始就知道说 就知道说这是神的安排 当然不是 我们从他的遭遇里面就知道 他不是自愿的 是被哥哥陷害的 他还很高兴的去找他的哥哥在旷野 谁知哥哥他们已经安排 要把他 杀了 还好后来没有杀 但我们看到 他一路来 他去到埃及为奴 他都没有埋怨过哥哥们 也埋怨神 圣经说 他被卖到一个 法老的内政副位长波提法的家中 当努力 圣经说 当他在这个主人的家中做的时候 他是尽心尽力的去做他的工 甚至那个主人都很喜欢他 还把所有的 家里的一切的事都让他掌管 一个年轻人你看吗 一个年轻人 圣经说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百事顺利 凡事顺利 所以我们讲 从这里我们看到 在苦难当中 可能你不如意当中 你被人家欺负当中 你觉得 我在受苦 但是如果有 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会凡事顺利 对吗 耶稣 虽然是为奴 但是他也能升级 从奴隶 从奴夫 升级到管家 你在中做的时候 有没有想 为什么我天天在扫地 有没有一天会升级 我只是 做一些卑微的事 我有没有一天能够升级经理吗 可以的 你看月色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看到月色 真的还有不如意的事情发生 他做得很好 可惜 可惜 就是他主人的太太 这个女主人 陷害他 要引诱他 要让他犯罪 他不从 他不犯罪 他说我怎么可以得罪神 做这样的事 虽然如果他跟他的 祖母好 他可能会得到很多的益处 但是 他因为敬畏神 不得罪神 而被他的祖母 女主人很生气 就愿望他 就把他送到监牢里面 他一生一波又一波的来 但在我们看到他在监牢里面 也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在监牢里也得到人的喜欢 那个司义长 把他所有的囚犯 都全权的让他来管理 圣经说 他自己一概不管 司义长一概不管 这么能够信任一个囚犯 管囚犯 真厉害 圣经在这里又在说了 因为约华与他种在 约华 使他所做的 竟都顺利 在监牢里面 神的带领 他又替埃及王的 两个仆人 一个做酒镇的 一个做善长的 也被关了进来 两个人做了梦 一个人做一个梦 然后呢 他们就不知道到底这个梦是什么呢 然后就问耶稣 耶稣又帮他们解梦 然后呢 这个 一个酒镇 一个圣长说 你的梦 你出去就死的啦 然后酒镇 他说你出去就 复工了啦 你可以再次做回你的酒镇 耶稣就讲说 那记得哦 你复工的时候啊 你要纪念我啊 你要纪念我 说我是冤枉的 把我提出去哦 他说好好好 他说好好好 哎呀 这个人啊 出去啊 真的是 真的是什么 忘记了啊 他能够做工 他就忘记了 而且忘记了多少年啊 两年啊 所以耶稣又在监牢 在做两年 一直到埃及的王 做梦 这个酒镇才想起 哎呀 我得罪一个人了 我得罪神了 我忘记了一个人在监牢里面 帮我解梦 结果他是很会解梦的 我真的是 他解的梦真的是应验了 然后就耶稣 我们长话短说呢 耶稣就被提出来 从监牢里面被提出来 然后站在法老的面前 替法老王解梦 那个时候他几岁了 你猜啊 上次我玩游戏的时候 有没有读到这段讲 还记得吗 他几岁啊 他三十岁 从一个少年人 被捉到埃及 被卖到埃及 然后为奴 然后又坐监牢 一直兜兜 我想我算算算 大概也有十多年 我不晓得他迈去的时候 多少岁 大概十几岁吧 然后十多年 三十岁了 好三十岁 终于出头了 神把他提出来了 他就替王解梦 埃及有七年的灾难 有七年的丰收 有七年的灾难 他把他能够解梦了 都归于荣耀给神 所以法老王就说 这个人有神的智慧 就请他来管理埃及吧 就让他做了 埃及的宰相 就管理埃及 他是一人之下 众人之上 我们讲 越是能够从一个奴隶 做到一个 埃及国的宰相 很威风 是吗 很威风 我们讲 我们都知道 越色的人生 他不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成功的时候而妒忌 我们要看他以前所经历的苦难或努力 所以刚才我们讲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们看到他们在台上拿奖牌的时候 哇 多么威风 哇 那个跳水的 现在他有钱了 哇 很多人给他钱 有人要送他房子 我们说 哇 这么好 这么好 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 但是有没有看到人家的苦恋呢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越色怎么样能够跟他的哥哥们说 卖到你们 卖我到埃及为奴受苦 是神的安排 他怎么样能够饶恕他的哥哥们 并照顾他们全家 原因就是 第一 在苦难中忍不放弃 在苦难中忍不放弃 我们来总结一下 越色的苦难 刚才我讲了他的故事 第一个就是 他被亲兄弟出卖 尝到手足乡间之苦 亲兄弟 哥哥们 不是说给坏人卖 第二 他被卖到埃及 尝到离乡背井之苦 去到一个不知道的地方 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他的 爸爸还有他的家人 可能一去就是死在那边的 第三 他被卖为奴 尝到身份地位改变之苦 他本来在家里是父亲的心肝宝贝 变成 埃及的奴 奴隶 我们讲埃及奴 今天我们讲 埃劳 或者是埃奴 被人欺负 看不起 还有 总结 他被误告 被他的 女主人误告 然后藏到 建牢之苦 还有拿他穿的油彩衣到球衣 正是 事态燕良 立尽创伤 圣经虽说 神与他同在 但是他看不见神 我跟你们讲 今天你有 你有伤心的事 你有苦难 我说神与你同在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说李牧师啊 我没有看到神啊 你认为 约瑟有看到神吗 神有跟他讲话吗 圣经没有说 神跟他讲话 圣经有讲 神跟 撒姆尔讲话 但是圣经没有说 神跟约瑟讲话 只是神在背后的 预备他 操练他 如果是我们 我们遇到苦难 我们看不到前面的道路 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可能我们很绝望 可能我们会抱自去 我们可能放弃了 但是我们看到 约瑟在苦难中 忍不放弃 因为他 知道 他是敬畏神的人 他从小就敬畏神 他一直到三十岁 才有转机 他才能看得清楚 这一切是有神的安排 之前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看到 神不会没有看见 他儿女的受苦 今天你的苦难 神是看到的 神也不会随便容让事情发生在他所爱的儿女身上 神也不会不管 不管人的承受率多少 神也不会将过度的重担放在他儿女的身上 神更不会做错事 判断错误 所以我们看 总结说 神容让痛苦的事发生 是有他的安排 其实我们看到 月色从小神就安排他了 从小他就做梦了 神已经安排他 所有的哥哥都要来拜他 结果真的在 饥荒的时候 那十个哥哥 连他的弟弟 都要来到埃及 跟他买东西的时候 买食物的时候 都要跪他 他们不知道这个是月色 不知道是他的弟弟 跪他 应验了 还有后来我们看到他的哥 他的爸爸 他的哥兄弟们都要拜他 他们要来求他 让他能够 他们能够在埃及里面 度过这个灾难 结果一家人 保存全家人 保存你们全家人的性命 所以这些以色列 全家祈祷埃及 结果住了多少年 四百年才出埃及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苦难 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 我们只要深信 神有他的安排 我看过一个宣教师 的一个传记 他说有一个宣教师 一个女的宣教师 她有这个负担 要到非洲 一个赤人的部落 传福音 我们一听到说 赤人的部落 我们就 很害怕 对吗 他的家人 当然父母亲 第一个就反对 哪里我的孩子 怎么可以去那地方 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反对 所有的人都反对 有一天他就出了车祸 撕掉了一条腿 一条腿没有了 人家说 你看就是神的旨意 就是不要你去做宣教师 更何况去那个这么危险的地方 神不要你去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但是 这个传福音 像非洲人传福音的性质 在他的心里面 还是一直在燃烧 他去装了一个衣腿 继续能够走路了 他又说 我要去做宣教师 我要去同样的地方 去做宣教师 所以大家都没有办法 结果他去了 各位弟兄姐妹 他一去到那边 一下子就被那些黑人 抓了 那抓了黑人就是要吃 要杀了 要吃 他们就煮了一锅的 水一汤 一水 要把它煮 我们听到也怕 然后呢 他就 不慌不忙 就把他的一条 一腿拿出来 给他们 本来这些黑人 要杀他的 结果他们看到 这个人怎么可以 拿自己的腿出来 他们 全部都跪下来 拜他为神 说这个人是神 是从天上来的神 能够把腿 放上去 又能够拿出来的 所以结果他 就很 当然没有被杀了 因为人家都拜他是神 结果他就在那边 自由的传福音 把这些黑人的部落 那些刺人的黑人 都带到他们来信耶稣 他们所认识的 他不是神 天上的神 耶稣基督 才是真神 所以后来他才知道 之前他失去了的一条腿 这种的苦难 是神 预先的安排 让他 有机会 传福音给 非洲人 就如我们 最近这一年多来 差不多两年了 我们全世界人类 经历到这个新冠病毒 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今天我们还不了解 可能过了十年 可能我们才知道 原来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我们前景模糊 一片黑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 发生在这个时代 不是一个地方 以前有很多的瘟疫 只发生在一个地方 英国有黑死病 以前我们讲SARS SARS也没有到我们马来西亚那么严重 在香港就死了好多人 还有一些地方 区域性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是全世界的 全球性的 我们要问 到底神在这个时代要做什么 我想想 我们唯有从 月色的身上来学习 他如何面对苦难 如何在苦难中 忍不放弃 我们不要放弃 虽然有很多人说 我们没放弃了 也不要放弃 神不会让我们 受到这些的 因着这些的病毒 这些苦难来放弃我们生存的机会 只要我们做回我们的本分 可能我们低调一点 只要我们敬畏神 好像圣经在跟月色的 在月色里的创世记里面讲的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所做的敬斗顺利 我们在苦难中 可能我们还是仍然敬畏神 依靠神 不靠别人 不靠外面 不靠什么 欺诈 减诈 他在那个副会长的家里 那个女主人要引诱他 可能要给他方便 你跟我在一起 我就给你什么 给你什么 你 可以有很多好处 但是我们看到他不得罪神 他不犯罪 所以今天我们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 做我们没有钱 是不是要是骗人 是不是要做生意不诚实 是不是要贪小朋友 小便宜 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些 一些不道德的事 来让我们有财富 我们千万不要犯罪 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反思顺利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在苦难当中 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不要忘记 神与敬畏神 神与敬畏神的人同在 他喜欢与我们同在 他要保护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在苦难中 忍 不放弃 我们看到第一 他不放弃 他终于清 我们看到不放弃 好 第二个原因就是 经过苦难 却能忘记苦难 特别是我们 常常会讲起 以前我受的苦 怎样怎样 你们不知道的 我们受的苦 特别是老人家 以前我们多穷 我们吃什么 吃什么 你们今天就好 你看你们年轻 我们这些 我也是会老人家 都会讲过去 怎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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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享受了 有的时候越讲 有的时候又被人欺负 以前我造工 被人欺负 又越讲越生气 但是我们想到 我们的苦 比起越色的苦难 可能也算不了什么 我们看到 越色 首先就被哥哥 卖到埃及 他不但孤苦伶仃 他不但孤苦伶仃 寄人离笑 你出去了 都没 都忘记我 就愤愤不平 神就在人落到谷底的时候 一再显明他的同在 神陪伴在黑暗中难行的道路 神与他同受痛苦的煎熬 每个人的遭遇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遇到 我们被人家欺负的时候 或者是被人家冤枉的时候 我们会不平 我们会很生气 自怜 自恨 憎恨 就我们会很气垒 沮丧 自暴自弃 甚至有些人想放弃信仰 有时甚至会一死 一死了之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 疫情当中 有很多自杀的 其实神仍然看见 神仍然在那里 神在陪伴着我们 我一直记得这个半孤儿宴的目的 最近我又再重看他的那个动画片 他要照顾这些孤儿 但是他遇到很多的苦难 很多人逼迫他 他又不向人仇宽 只是祷告神 这个他的信心是很大的 很出名的一幕就是说 那个管家跟他说 我们没有东西开饭了 怎么办 他的孩子不是 十个二十个 算百算千的 都多 他说怎么办 这个目的 他说 开饭 照牌 小孩子们坐在自己的 的盘 汤匙 前面放着 空的 全部排座 坐好 等食物来 他就向神祷告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这是很难的 神迹 就在他们祷告 的时候 外面就有一辆 几辆的卡车来 送面包来 说他们的面包 因为有事故不能送到一个地方 结果这个面包 消不出去 给你们的孩子吃 你看所有的面包 排满那些盘 这是他其中一个神迹 还有很多很多 他一直经历到这个神迹 所以他常常跟他的管家讲说 你们跟着我 你们还不知道神会供应吗 所以他就是 在苦难当中 他依靠神 他的孤儿院 越来越多人 一间开了又再一间 一间开了又一间 所以我们不会忘记这个目的 这个院长 孤儿院的院长 所以神会开给我们一条出路 敬畏神 从越社 他生了第一个儿子 还记得我们 我们玩的游戏 第一个儿子 名叫什么 马那西 意思是什么 忘记 就是神使他忘记过去的苦经 我现在试试大家 还有第二个儿子 叫什么名 还记得吗 以法连 以法连的意思是什么呢 有意思的 他生两个孩子 都是跟他当时有意思的 使他昌圣 来第一个我们先讲 他 他怎么会忘记他的苦情呢 他给他的孩子一个名字 叫做马那西 马那西就是忘记 因为神让越社看到现在 他看到现在 就是过去的苦难已经成为定计 不能改了 已经不能改了 但是现在还有机会 我们还有今天 我们事情还有转机 每一个人都有今天 都有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从头再来 对吧 可以东山再起 为什么要放弃呢 所以神让越社看到现在 他有希望 他能把过去的痛苦忘记 不要一直去看过去 保罗也欠我们什么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你没有看到人家在赛跑的时候 一面跑一面看后面 一面跑一面看后面 肯定输的 你跑你的就好了 冲啊冲啊冲到前面 不要看后面 所以你一定能够成功 所以你要拥有今天 不要再去想过去人家怎么害你 过去人家怎么陷害你 过去人家怎么办 哎呀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文化 就想报仇报仇 每次都想报仇 五下片的体材都是报仇 我想哎呀 天天在想报仇 哪里能够做今天的事 所以就一事无成 所以你看到有一些 在五下片里面 他在人生 他一出生出来 就是为了报仇 报了仇以后做什么 没事做 也没做什么 没有什么成就 很可怜对不对 还有第二我们看到 神让耶稣看到 现在昌圣 他生了第一个儿子 名叫以法连 意思就是什么 死至昌圣 看我有没有写出来 有啊 他的意思叫做死至昌圣 因为他说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圣 这是他两个儿子的名字 这个两个儿子后来成为两个支派 好我们看到 神让耶稣看到他在这个 苦难的日子过去了 他忘记了 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 神让他看到他现在的蒙恩 他现在成了埃及的宰相 有妻有儿 从囚犯一跳就跳到做宰相 通管全国 使全国的人民能够在大饥荒中 还有衣有食 得免灾难 他出名了 对别人有贡献 他看到他现在蒙神的大恩 所以我们今天 人若能看到现在的恩典 现在的蒙恩 我们就会忘记过去的苦 你现在蒙恩了 你过去再苦 你也会忘记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数一数 今天我拥有什么 是你以前所没有的 算一算你现在有些什么 是比以前更好的 想一想神在你身上留了什么恩典 不要忘记恩典 神你成为今天的你 我们不要只是想钱 我现在比以前没有钱 不是 不是真的想钱 我们还有智慧 我们还有健康 我们想到今天我还健康 我们就要感恩 特别这个时代 你讲到你健康 真的是感恩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留着青山 在 不怕没财烧 所以我们看到 人不能忘记 一直看过去 就是因为什么 一直在去想过去的苦 甚至折磨自己 如果你不要去想过去的苦 你现在就很快乐 所以我们不要活在痛苦 过去的痛苦当中 我们要活在现在的快乐 可能过去有人暗算你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快乐 饶恕他 要学业色 忘记他 饶恕他 你就快乐 你就得到释放 所以我们要活在今天 不要老是活在过去 昨天 要学习 还有一个我们看到 最后一个 经过 把苦难 看成祝福 约瑟他看见了 神一先的安排 是为了要保全 他们一家人的生命 神在过去 容让痛苦临到 是为要带给他们 全家人祝福 如果约瑟不是被卖到埃及 不是被卖 他就不会去到埃及 他不可能说 里行里行 然后去到埃及 如果不是被祖母 祂的主人的太太误告 祂就不可能下到监牢 对吗 如果祂不下到监牢 祂就没有机会 为这个酒阵解梦 如果不是神给祂解梦的本事 祂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和地位 也不能够替法老王解梦 所以我们看到 苦难虽然带来当时的痛苦 无比的煎熬 但是约瑟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是神一先的安排 是神化妆的祝福 所以祂才能把苦难看成祝福 所以我们要成财 我们要成为祝福 有一首神一先的安排 是为要保存他们一家的生命 神在过去容量痛苦临到 是为要带给他们祝福 记得这一点 还有一首歌我很喜欢的 这个《恋我易经》 如果你以前老一辈的人就会唱这首歌 我不晓得还记得怎么唱 你不亚感染成渣 他就不能成有 一起读一次稿 我们再来唱 你若不亚感染成渣 他就不会成有 你若不投葡萄入渣 他就不能变成酒 你若不练拿到神高 他就不能不留芬芳 主啊 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受弃的东西 你以自己来代替 你若不亚感染成渣 他就不能成有 你若不投葡萄入渣 他就不能变成酒 你若不练拿到神高 他就不留芬芳 你若不练拿到神高 他就不留芬芳 祝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起的东西 你以自己来代替 所以不用怕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 我们再来总结 耶稍微信 耶稣能胜过苦难 并认为苦难是神一先的安排 第一在苦难中 在苦难中忍不放弃 第二经过苦难 却能忘记 第三把苦难 看成祝福 最后大家记得 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做的竞斗顺利 大家一起来读 把他变成我 来一二三 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 耶和华使我所做的竞斗顺利 Amen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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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唱回应的诗歌 当我不明白 当我不明白 事情的由来 心心不足的时候 求足保足 生命在于你 万事结束你 心心动摇的时候 我要心客 我相信你的一年 靠过我的一年 万事无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一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 靠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千倍 顺服 我相信你的一年 靠过我的一年 万事无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一处 我相信你的一年 我相信你的一年 我相信你的道路 靠过我的一年 你叫凡事 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的一处 我们晓得 我们会有顺服 我们会有依靠 我们会有敬畏 我们晓得神 你必带领我们 经过一切的苦难 让我们知道 你说是神所预备的 所安排的 看到神带领他的一生 是如何走过的 困难的道路 但是神最后给他的祝福 不但赐福给他 也赐福给他全家人 赐福给所有的 以色列人全家 感恩赞美你 让他们在埃及 让他们全家人在埃及 成为一个大国大军 荣耀主你的名 成为你的子民 在全世界上 看到神你的子民 昌圣 乃是神你特别的 带领和安排 感恩赞美荣耀 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 我们将祷告 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